大家好 欢迎收看凤凰每周快讯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头条新闻 叙利亚内战形势复杂 占据阿拉伯的部分反政府武装 被迫改变战略 暂时停止攻击政府军 转移对付伊斯兰国极端组织 西一轮战斗即将爆发 另一方面 据韩国卫生当局周一消息 一名曾与韩国首例中东呼吸部 中东呼吸综合征患者接触 而出现类似症状的女子 周一在医院死亡 卫生当局正在调查 这名女患者的死因 是否与中东呼吸综合征有关 更多的新闻内容 请继续留意晚上播出的 好 欢迎回来 让我们来继续关注 全美各大主流媒体的新闻消息 美国国务院星期天说 几名美国人 被也门什叶派胡塞反政府武装拘押 胡塞反政府武装 推翻了美国支持的也门政府 并且在继续争夺这个阿拉伯世界 最贫穷国家的控制权 据报道 四名美国人被关押在 也门首都萨纳附近的一所监狱中 但是美国争取他们获释的努力 没有成功 被拘押的人员中 没有人为美国政府工作 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说 美国正在尽一切所能 让那些人员得到获释 但他拒绝提供有关他们身份和处境的更多信息 在美国情报的协助下 沙特阿拉伯从三月底以来 一直对胡塞武装发动空袭 今年早些时候战斗加剧 美国因此关闭了在萨纳的大使馆 冲突已造成约2000人丧生 美国马里兰州前州长奥马利 周六宣布参加民主党总统初选 他自称比另一候选人前国务卿希拉里 更年轻和更具自由思想 52岁的奥马利在宣布参与竞逐时 猛烈抨击社会上的不公益和华尔街过分贪婪 他说 拥有权利和财富的特殊利益阶层 正利用政府建立一个 把大部分人遗弃在后的经济 据悉 奥马利在巴尔蒂摩展开其政治生涯 最初担任市议员 过后成为市长和州长 但其知名度远不如希拉里 目前民主党有希拉里和独立参议员 桑达斯宣布参加总统初选 至于已正式宣布参与党内初选的共和党员 则多达8人 另一方面 尽管几位民主党议员表示激烈反对 美国德州众议院31号 还是以98比47票通过了校园持枪法案 该州公立大学的师生 将很快可以在教室和宿舍内携带手枪 与此同时 州立法机构还通过了居民公开持枪法案 一旦州长签字批准 德州将成为美国人口最多的允许公开持枪州 依照该法案全新版本 21岁以上接受过州隐蔽携枪许可证培训的学生 教师和工作人员在大学校园内 教室 宿舍和其他建筑内均可携带手枪 他们还必须通过背景审查和射击测验 校长们不能在校园完全禁止枪支 但可以合理指定进枪区 校园的医疗设施可以排除在该法案之外 另一方面 国参议院昨天未能批准 延长授权收集电话记录的几项规定 监控项目于昨天午夜期满失效 美国国家安全局因此失去了权限 据悉 美国情报部门此前获得了法律授权 以收集美国人的通话记录和其他数据 这一法律授权最初是出于反恐目的 但在美国引发了关于公民隐私保护的争议 近期 美国参议院投票决定 对此前的大规模数据收集项目进行改革 不过 美国参议院关于改革方案的最终表决 被推迟至至少本周二 主要反对者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参议员兰德·保罗认为 美国国家安全局的项目是非法违宪的 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日晚间说 参议院需要迅速采取行动 以结束这种不负责任的延宕 好了 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 好 欢迎回来 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全美各大平面媒体的新闻消息 美国中情局局长布伦南星期天警告说 全球恐怖分子就盼着钻 美国庞大国家安全监控行动出现中断的空子 布伦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敦促参议院批准法案 以便让美国国家安全局 能够继续获取美国民众 以及恐怖嫌疑人的数百万条电话信息 为挫败对美袭击提供可能的帮助 但这项法案已于昨天午夜彻底失效 布伦南说 恐怖分子密切关注着发生在美国的事情 不论是机密信息的公开与否 还是法律和政策是否变化 他们正在寻找可以利用的空子 而美国现在无法承受这样的风险 另一方面 美国国务卿克里日前在骑车时发生意外 造成腿部骨折 他于星期一返回美国 据悉 克里昨天在距离瑞士边界约40公里的 法国城市熊基耶附近骑车时 发生意外后 在瑞士城市日内瓦 一家医院接受治疗 伤情稳定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星期天说 克里原本计划 星期日晚上乘机返回美国 但经过进一步的咨询商议后 认为他整晚都留在医院 接受观察更妥 这完全是出于安全防范方面的考虑 据报道 骨骨骨折的克里将在波士顿 继续接受治疗 而他星期六在瑞士 已经与伊朗外长扎里夫举行核谈判 争取在6月30日最后期限前 达成伊朗核协议 另一方面 负责领导调查国际足联贪污案件的 美国司法部长林奇 一号到访德国 他拒绝透露国际足联贪污案件的进展 林奇在保安人员的保护下 到德雷斯顿的理工大学 向学生发表演说 不过活动并不对媒体公开 林奇在到达和离开时 也没有回应在场媒体 有关国际足联案件的询问 林奇稍后将会到德雷斯顿附近的莫克斯堡 出席六国集团内政部长会议 国际足联七名高层人员 上周因为涉嫌贪污被捕 林奇当时高调斥责他们 不但没有连接资律 反而有组织有预谋的贪污 损害了世界囚团 好 一起来看看加拿大方面的新闻 随着国际学生需求的增加 加拿大政府感到越来越大的压力 来满足他们的需求 这导致了加拿大签证申请时间 比英国和美国都长了几周不等 降低了本国新移民计划的竞争性 最近的一份报告指出 尽管联邦政府希望能在2022年 增加一倍的国际学生 但是却没有能够提供足够资源 来增强移民资料的处理 移民局认为主要原因是联邦政府 各部门之间没有能够进行很好的配合 这直接导致了学习许可申请时间 延长了近三分之一 临时居民签证处理时间增加了一倍 对此 该份报告建议 政府应该对国际学生在加拿大 整个移民策略中的地位进行明确定位 另一方面 安省政府今日宣布 投资180万元来设立一个名为 通联才干基金 以期于2025年以至往后 身体有残障的人士 都得到就业的训练和机会 这个基金是与安省商会合办 是个为期一年的试验项目 帮助以准备好愿意而能够工作者 填补职场上的空缺 为残障人士创造就业机会 是省府打造安省大计的一项环节 省府打造安省的四大方针 是投资于省民的才干和技术 投资于安省有史以来最大的新的公共基建 如道路及公交 创新有利于营商的气候环境 以及为省民设计一个 可以安享晚年的退休计划 据悉 安省每七个人士当中 便有一个身体出现残障 这个比例将于2036年升至5比1 至于安省的商界 现实有30%的职位 因为未能找到合乎资格的人士 而空出来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继续留意 晚上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每周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PSTV US进行订阅 我是雪桥 感谢您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